下一題 這個是坡形 上面是這樣下面是這樣 經過0.5秒 請問你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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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用到我剛才跟你講那個重點 震動一次產生一個全坡 歷史一個週期前進一個坡長 上下四個政府 圖形上看出一個30公分 根據定義這個是1.5個坡長 1.5個坡長是30公分 所以一個坡長是20公分 所以A是錯的 0.5秒 從上面到下面 產生兩個坡振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坡 歷史一個週期 產生兩個全坡就歷史兩個週期 所以0.5秒 就是一個坡 是0.25秒 所以就是四分之一秒 表示週期是 4分之一秒 那頻率就是4 所以B選項是錯的 好 週期就是頻率互為倒數 所以C的選項也是錯的 然後呢 要算坡數 坡數是頻率乘以坡長 我不喜歡竹法 我比較喜歡乘法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頻率乘以坡長來算 我不喜歡用那個坡長數以週期算 個人偏好問題 所以算算叫做4.10 答案數是對的 答案就選擇10 可以嗎 可以 請問你 誰對 誰對 有些是看圖就知道的 有些是要我跟你講那個振動一次產生一個全坡 歷史一個週期前進一個坡長 上下4個政府來解決 好 可愛 大帥的應該是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叫做 六號 六 你選誰 C 請說 你答案選的叫做 C 圖形上面可以看出來坡長是20公分 那個10公分只有半個坡長 是錯的 從A到B呢 從A到B多出半個坡 一秒鐘半個坡 所以兩秒鐘一個坡 所以週期應該是兩秒 週期兩秒表示頻率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是0.5 所以C是對的 然後呢 你就一乘 頻率是0.5 乘以坡長叫20 出來應該是每秒10公分 所以坡數應該是10 所以豬也是 錯的 豬也是錯的 OK 一個 就只有一個 但是有嘴巴上告訴你 這個形狀是我抖 兩秒的 抖兩秒產生的 那兩秒有幾個坡啊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就啪啪啪啪啪就出來了 誰啊 停車戰界問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34號 不在 帥哥男叫做26號 26 幼凱大哥 最近有很多 年輕照片在網路上的 幼凱大哥 快點 選豬喔 你確定嗎 確啊 確啊 你選豬 這裡有一個50公分 這裡有一個50公分 50公分幾個坡 兩個坡 所以一個坡就是25公分 抖兩秒鐘產生4個坡 所以一個坡只要0.5秒 所以呢 頻率倒數就是2 那坡數怎麼辦 那就是 頻率2 所以坡長25 就應該叫50 所以出的答案是錯的 這就是 畫這種 這種提前是常好的提型 畫出來的問你那個 要用到我教你記住的事情 什麼事 戒指震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坡 歷時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坡長 上下四個政府 把這個事情給我記好 你就可以把它解決掉了 好嗎